商北车位一位南球 过去就有大楼住户在停车阁内 同时停放轿车及摩托车 把停车阁运用最大化 不过也有人买了车位用不到 只好转租当起包租工 日前就有一名网友在脸书社团发文提到 自己的朋友住在新北市板桥中正路某社区 家里有空余的停车位想出租 邻居透过管委会联系上他 表示有意成租 但接下来的对话却让他看傻眼 地下二楼平面车位开价一个月五百元 还得含管理费 让房东直呼价格实在不合理 没想到对方却说一次缴三年 你们还是有赚 怎么可能啊 能不能告诉我在哪边 我也想要租 我也可以给我的朋友租 不可能啊五百块 怎么可能 不可能啦 我们这边大概三千多吧 停车位月租多少钱才合理 专家表示 其实还是得看地段及 车位类型 以本桥这边的停车位来说的话 因为它也算是一个需求 比较大的行政区 所以在行情上面 月租金的部分会落在 三千到三千五 但是如果有一些区 可能需求更大的话 它的月租金会落在 大概四千块钱上下 特别是台北市 就算有钱也很难拥有车位 其中又以坡道平面式车位 最为抢手 平均月租金落在六到八千元 机械式车位 因为得面临停电 故障等风险 价格则是四到六千上下 也难怪房东不满五百元 就想租下停车位 未免太不合理 三千金会 加我前来先 新北采访的 我前面就想租下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